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实话也是有点道理啊 但是赵少康讲错的是说 科技的弱国不要去刺激科技的强国 不然的话就算俄罗斯虽然看起来非常强大 他在科技上很脆弱 所以他刺激到了科技上的强国 美国现在的战况就变得是非常的凄惨 而科技上只会抄袭的中国 看看普丁想想习近平 你们就知道你们的未来恐怕会更麻烦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话 请记得在右小小的小金张按赞分享和订阅 谢谢大家 我们知道说这次的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反侵略战争打了二十几天 完全出乎全世界事先的预期 过去的时候 苏联帝国留下来的陆拳强权 里面的钢铁洪流 坦克车轰隆轰轰的压过去 红色暴风雨 各种火炮飞弹 饱和式攻击 几乎过去的时候都让北约 让欧盟 让中国附近的很多国家都感到害怕 但是这次的战争打到不如预期 打到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在整个俄罗斯的战况里面 有一个现象 让很多的军事专家 还有全世界研究战事的人 都觉得非常的诡异 就是他们的将军 很多都在战场上被击毙了 我们都说将军通常在战争上 都已经是在大本营 或是参谋本部运筹帷幄 一个运筹帷幄的将军 很少去到前线 就算去了前线的话 也应该是很多的间谍作业 才能够逮到一个 好好把它给居下 就像356 那时候美国也花了好大的力气 才终于追踪到356 把它给居杀 可是俄罗斯的将军 为什么在前线里面 那么多都容易被居杀 而且马上可以公布 他是谁 普丁的爱将 他的身份 他的地位 这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诡异 为什么死掉这么多将军呢 像美国从二战以后 一直打到现在 没有几乎听说 有什么将军阵亡的 甚至于连上校中校都很难 为什么俄罗斯的将军死亡这么多 这是一个谜 第二个呢 让全世界更惊骇的是 就是在乌克兰的东南边 那个马力坡 整个都已经围困了 里面40万人都过得非常痛苦 而俄罗斯的军队 也就几乎是杀疯了 杀红的脸 连幼妇又医院都会攻击 可是还是不断的被乌克兰的军队给打回去 甚至于在整个16号17号 传出让全世界更惊骇的状况 是说他的一支非常重要的格鲁乌特种部队 他的指挥官少将也被狙杀了 而他的一个连队也被全面的狙杀 这件事情在战争史上也是非常的特殊 为什么特殊呢 是因为格鲁乌是整个前苏联时代 一直到俄罗斯时代 最精锐最精锐的特种部队 其实俄罗斯我们都知道 他的特种部队 传统部队 阿法部队非常的凶 非常的狠 但是阿法部队呢 基本上呢 还是远于格鲁乌1,20年 最早成立的特殊部队就是格鲁乌 而格鲁乌这个部队里面呢 从阿富汗战争到现在为止 四十几年俄罗斯包含叙利亚战争 包含各种的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 然后乔治亚 这些战争里面 他都是打先锋的 车臣战争也是他 最早进入了车臣的格鲁乌之离 然后拘捕了当时车臣的总统 所以这个战争之位呢 他人都非常优秀 有点像美国的海豹都几队 最精英的精英 而且呢实战经验丰富 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第一期 最前面的征收部队 所以他们行踪隐秘力 他们基本上应该是不会被征兆的 而且实战经验非常的丰富 怎么他的少将也会被人家抓到呢 他们在树林里面应该是前行的 应该是不容易被人家找到目标的 竟然被抓到 而且被直接的狙杀掉 全世界都在看到底 在这个情况里面出了什么事情呢 渐渐的有一些情知出来 原来整个俄罗斯的高官 非常痛苦的 他的报告里面说 我们只要一通话 马上就被美国知道了 所以其实他就透露了 这场战争里面一个核心关键 通讯科技 美国完全碾压了俄罗斯 所以在俄罗斯在通讯科技上 是一个弱国 一个科技通讯弱国 碰到了一个通讯的强国 基本上整个俄罗斯的军队 基本上就好像是 光没有穿衣服在大街上行手 都被美国看透透 所以美国当然可以把资讯 立刻的传给乌克兰的地面部队 所以乌克兰地面部队 完全掌握俄罗斯的动向 所以俄罗斯的军队在无礼物中 可是美国光 我们不要讲说什么卫星间谍 也光一个通讯科技 就把整个俄罗斯吃得死死的 乌克兰虽然用的武器也很老旧 比如说他在17号晚上 公布了他们一个 40枚的火箭炮 在25秒钟打出去 那个叫BM-21 那个BM-21是1960年代的火箭炮 你不要看他火力这么旺盛 他其实是1960年代 当年俄罗苏联打中国的珍宝岛 都拿出来用过 60年前的老武器 为什么现在在战场上也这么厉害呢 因为他是老的拳头 但是他有新的眼睛 这新的眼睛就是 美国凌驾世界的通讯科技 那当我们要回来讲了 其实呢 人类的聪明才智都差不多的 不分族群 不分种族 不分你是黑色的 白色的 什么各种颜色 基本上大家所学的物理学也差不多 那为什么同样的一个科技 同样一个能力 而且俄罗斯 乌克兰 这些斯拉夫民族 他们的数理能力 其实比美国更强 美国还要靠很多电子计算机的帮助 而整个俄罗斯 他们数理能力 用一只手 一只笔 一张纸 都可以算得比美国精准 为什么他们科技能力 科技人才这么好 但是会被打成这么惨呢 还跟他们的体制有关系 美国的科技能力 通讯能力到底有多强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美国有几个神秘的计划 有第一个计划呢 叫做戴安娜计划 而这个戴安娜计划是在 还没有有 现在整个地球上空 都还没有卫星的时候 美国就有能力 一下子掌握半个地球 所有的通讯 把它解密 把它监听 把它给截定 这个叫做 其实它的本名呢 叫做月球中继计划 美国早在1950年代 就有能力 透过无线电波 从月球反射回来的状况 捕捉到 收听到 监听到 分析出来 这个戴安娜计划很特别 我们知道说 其实无线电波 开始大量运用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开始大量运用无线电波 然后透过无线电波 开始去掌握情知 掌握战场 掌握各种情势 然后在无线电波 这刚出来的时候呢 在二战的时候呢 其实美国呢 碰到了一个叫战场鬼故事 什么叫战场鬼故事 因为他们真的搞不懂 这是什么鬼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因为在大西洋的美国海军 有时候会接收到一些很奇怪的音讯 而这些无电磁波 这些无线电波 接到的时候 里面呢 因为他们在大西洋上嘛 他们听到的竟然是 奇怪了 怎么会是听起来的语言 都听不懂呢 后面慢慢的 因为整个二战 打到全世界 里面有些人呢 可能来过亚洲 他们听来说 这些声音听不清楚 但是一一细细的 好像是日文 甚至于好像是中文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隔了那么远 在一个在大西洋 你怎么会听到 太平洋上面的一些声音 不止如此 而在太平洋的舰队里面呢 麦克阿瑟和林米兹呢 他们也会从那边 收拨到一些奇怪的鬼电讯 这种鬼电讯是 可能是德语 可能是英语 可能是法语 可是那个不是在 世界的另一头吗 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当时就是一个谜 可是这个谜呢 慢慢的 有一个呢 是一个海军情报研究室 一个军官 他的爸爸是在哈佛大学 他有点科技知识 他就看到这些资讯 看到困扰美国的 这些鬼资讯 鬼电波 他想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 因为我们在说 无线电波一出来之后 就是电磁波 开始往外传 当然电波跟光线一样是直射的 所以 基本上 你在地球又是一个圆弧形 有一个圆的 所以在太平洋这边 整个光升波或怎样 应该是 不会过来到 太平大西洋 大西洋的声音 也不应该 在地球这边会绕过来 会转弯 它到达太平洋 但是 如果它是直走的 在地球的上方 有一个反射物体 把那些音波碰到之后 反射回来 你可能就会在地球的领域 收到了 而它想来想去 很可能的 那个反射体 就叫做月球 所以是不是 因为月球的表面 我们知道说 相当的光滑 然后这个电磁波 如果真的从地球上 输入去之后 虽然慢慢的 dekare下来 慢慢的衰落下来 但是还是有能量 如果碰到月球 刚好反射回来 刚好在地球上被接收到 是不是就有可能 所以月球 是不是一个反射的中继站 它提出了这样的想法 那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说 可能吗 可是很多像哈佛 像麻省的很多科学家就说 搞不好有机会 所以就启动了 这个月球中继计划 戴安娜计划 开始去设法 想象 然后去追踪月球的轨迹 追踪月球的状况 然后建了大型的 无线电发射站 也有大型的 无线电接收站 然后这样一个接收站 定在一些定点里面 开始去测试 结果是在 1954年7月24号 竟然呢 他们真的发现 月球是可以当反射点 虽然他们是用麦克风 就像我们现在用麦克风 讲了一个话 讲了话之后 就透过了那个 电塔发爆器 就传出到全世界了 但是呢 经过了2.5秒之后 距离80万公岁里 刚好是到了月球 又折射回来 这样一个 他们收到了 自己的声音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从1946年到1954年 这8年内 他们也做了很多 怎么样 接收电波 滤波 然后放大器 因为 从地球打出去 再到月球 再折射回来 其实它的强度 它的音量 整个是能量 是decay到了千万分之一 甚至是几亿分之一 但是他们都把它给放大出来 真的发现说 原来月球是可以折射 地球上任何人 在用无限电讲的时候 发散出去的 你以为说 它已经都不见了 你以为说 它都听不到了 其实 它还在这个宇宙中 跑来跑去 而如果对了方向 对的方位 月球又在我们上面 又是这么大一个物体 它都可以折射过来 所以我们要 掌握到月球 掌握到这些 很可能的折射方向 然后做好接收器 做好滤波 急波 然后把它放大 过滤 其实你就可以 监听全世界 所以美国就发现说 原来 那个时候 1958年 才有史波尼克卫星 那个时候 全世界在我们的地球上 还没有卫星 但是美国那时候 就发现说 他们可以 掌握半个地球的声音 然后他们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在1955年 2月 又做了一个实验 真的是跨州 在北美洲 可以收到 整个北非 那边传出来的资讯 所以美国一下子 就在通讯科技上 掌握到了这个输注 所以潜水艇怎么走 当时各个时候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 加密无线电报 或怎么样 美国都可以掌握 俄罗斯的潜艇 俄罗斯的军队调动 俄罗斯的任何的一个 只要你是用无线电波的状况 其实你以为你在远在俄罗斯 跟美国是完全在另外的 而且地球有弧度 基本上收不到 结果都被美国给监听了 而这样一个监听里面 也破解到了一个 俄罗斯大内宣的神话 我们知道说全世界 第一个上到太空 而且到太空里面走出来的太空人 叫做加加林 俄罗斯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在60年代 70年代 那个时候太空格际 俄罗斯不断领先 但是事实上 第一个人不叫加加林 前面有一个叫做科马洛夫 其实他本来才是 如果完全一切顺利 他是第一个人类 踏上太空的太空人 但是因为他失事了 过世了 整个火箭上去之后 联盟一号上去之后 有很多状况 所以下来的时候 经过大气层的时候 降落伞没办法打开 所以没办法减速 在那高速之下 他在里面被烧成焦炭 这样一个情况 当时俄罗斯当然会用国杖 说这是一个太空英雄 而且帮他创造了一个 说他在整个发生状况的时候 还处变不惊 他最后一个通讯 叫做 请允许我在这茫茫的太空 向你们告别 再见了 好像多么的悲壮 可是美国在北约 土耳其那边的无线电站 都已经部署好了 就是透过月球的反射 告诉全世界说 这里面是俄罗斯这样的体制 害死了这个科马洛夫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所接收到 他最后的通讯 你看当时这艘太空船 坠毁是落在苏联的大草原 但是美国照样接收到 所以美国的通讯科技 其实就遥遥领先 而且非常擅长于 掌握俄罗斯 掌握全世界的资讯 所以为什么在319的时候 台湾很多人相信说 搞不好美国 早就知道台湾在干什么 有没有什么秘密通讯 就是一位事实上美国的通讯科技 真的超乎你的想象 然后俄罗斯现在这些将军们 无线电一打开 他其实不知道 他就已经曝光了 就在美国所掌握了 然后里面是这样的况是说 因为当时是赫鲁雪夫 赫鲁雪夫要创造证明 说他因为在整个 当时是1918到1968的时候 整个苏联革命 是非常强大的 50周年 所以他一定要发射这个卫星 要抢先 但是在联盟一号要上去之前 要抢先全世界 第一个太空人送上太空 但是很多科学家 发现说里面有问题 里面有些档化 没能不能解决 里面还有很多测试 没有完成 但是整个赫鲁雪夫 不管 我就是要你打上去 这就是专制独裁体制 就像普丁现在一样 我根本不管你的现状如何 你就是给我攻进去 专制独裁体制 所以就上去之后 果然事先知道的很多联盟一号 包含里面会卡住 包含降落伞打不开 先前的报告都有的 然后还是硬生生的把格马洛夫给牺牲掉了 所以格马洛夫当时在参与这个实验 参与这个计划 他当然知道 这艘太空船联盟一号不够安全 检验事实上是有很多问题 其实都已经回报 目前不适合飞 但是在政治上 在那样一个体制下 独裁专政体制下 硬飞 所以他死的时候是大骂 他叉叉的 是哪个混蛋 做出了这样的物质 做出了这样的火箭 他是死前非常痛恨 非常的大骂 因此这样的情势 俄罗斯这种体制 美国也都知道了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美国越来越有自信 终于他们阿波罗计划成功 而且格子讲的就是 戴安娜计划之后 接下来就1960年代 他就有第一个计划 另外一个计划 叫做奥兹马计划 奥兹马是来自于 如果大家有看 那个爱丽丝梦永记 里面就是一个神秘的女王 而这个女王呢 是可以是有法力高强 可以帮助世人去击退 可恶的巫师 所以那是奥兹马计划 当然奥兹马计划 就是开始建大型的天线 开始去更正式 更严肃的严谨的 去接收全世界的资讯 然后两年之后 这个计划 这个技术成型 所以起源一段时间 波多黎各 我们常常看的 那个超级大的无线电 这样一个接收器 就是从这边来的 好 让我们讲了 美国的通讯科技这么强 但是俄罗斯真的这么插码 其实俄罗斯的通讯科技 也很强 可是在不同的国度 科技如果能够造福人类 还是会变成是一个 你自己的一个牢笼 就看你的体制问题 俄罗斯的科技 当然也很强 俄罗斯的通讯 但是他们用的部分呢 他们是用来统治 美国呢 这样的技术发现之后 都很快的分享给民众 分享给社会 分享给企业 他美国采取的是一个 open system 开放适应架构 所以整个不是只有美国的军方强 是整个美国都会因为这些技术的分享 大家来用 然后群测情绪 不断的往前迈进 所以美国是越来越强 而俄罗斯呢 是一个close system 封闭型的架构 有好东西 只能由撒谎来分享 只能由总书记来分享 只能由总书记来读想 跟中国的体制 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苏联的时代 它的通讯科技技术也很强 最有名的故事 就是当时苏联呢 跟美国因为二战的关系结盟 所以美国呢 在莫斯科设了大使馆 苏联就送了一个老鹰做的木雕 当成友好的象征 因为美国的象征就是老鹰嘛 所以大使呢 就把他这个木雕放在大使馆 他的办公桌的后面 也是觉得一种骄傲 苏联用手工轻雕一个木雕 送给我美国 但是呢 后面才发现说 连续四任大使 将近六年的时间 他们大使里面 所讲的任何事情 开的任何会 而苏联都搞得很清清楚楚 然后CIA FBI 探了好几次 各种侦测器 就是找不到任何窃听器 装在里面 因为没有任何电源 可以正显示说 里面有窃听器 最后才发现 苏联在那个时候 就用了微波的技术 造就了一个 用声波启动 微波 微波制震动 发了微波 电波之后 然后当你不讲话 就没有声波 一个不需要电源 不需要电池的监听器 直到了后来 这因为美国是找到了 那个整个木雕里面 藏有奇怪的仪器 但是后来CIA 还是花了20年的时间 才解得 这个问题 然后甚至我们现在知道说 玻璃震动 你在200公尺内 装一些监听器 你就可以分析玻璃震动 偷听那个音波 这个技术 也是苏联发明的 但是苏联拿到这些技术 拿到这些状况 他们是用来老大科在注视着你 用来监控人民 用来监听人民 他并没有把这个技术给分享出去 而美国就不一样 美国就是 他的DAPA 每年有数百亿的预算 是跟全民共享 而美国的这个人力 会分散出来 比如说在当时的时候 现在我们大家用的 Internet TCP IP 这样一个电脑和电脑之间的通讯协定 是美军订的 美军订了以后 60年代分享出来 到了现在为止 我们大家用Internet 都非常熟 当然有定规则 有定规格就可以掌握规则 所以为什么俄罗斯的骇客 甚至在俄罗斯 乌克兰战场里面碰到美军 这个规格是我定的 还是被美国打败 而且他们分享技术是什么 我们现在用了很多电脑 像那个滑鼠 Mouse 大家都很好奇 贾伯斯你怎么突然发明了 这个MindGinTouch 一个Apple 然后呢 事实上呢 贾伯斯后来有讲 是那个比尔盖茨告诉他的 比尔盖茨的Windows图形界面 都很奇特 是他们两个人呢 是说因为在全路 全路就是最早做出影印机 有个X实验室 他们在里面看到一些美军 释放给民间的技术 他们再把这个脑袋一转一响 就变成现在这么强而有力的状况 而美国呢 在911之后 因为要去驱杀宾拉登 最后呢 成功驱杀宾拉登 但是发现说 这个人脸辨识 是因为当时只有六成的把握 认为那个人可能是宾拉登 他到底是不是宾拉登 不知道 所以FBI还分了10亿美金 开始研究 就是人脸辨识 怎么变成国安的一个协助 所以后来的时候 波士顿大爆炸案 那一个匪徒 那个孤狼 最后躲在一个校园里面的 一个游艇里面 就是被人脸辨识给抓出来 而这个人脸辨识 现在呢 美国也在这个过程中 也发给民间 所以现在有一个Cliberview 这样一个人脸辨识公司 在17号的时候 也跟乌克兰的国防部合作 马上掌握了20亿个乌克兰和俄罗斯 社群网络里面的图像 进行人脸辨识 也因为有这个技术 有些加上美军的强而有力的通讯技术 所以可以完完全全 掌握俄罗斯的将军 掌握俄罗斯的动态 而俄罗斯 虽然有钢铁洪流 虽然有红色暴风雨 万旦齐发 但是在战场上就吃鳖了 让我们去看到这个情况 就想一想说 台湾为什么这么活力 台湾是一个open的 开放的社会 所以我们的科技 我们的台积电 不断的越来越让我们 蒸蒸日上 而中国三千太子党 加上习近平动不动就要共同富裕 全部都掌控 一个close的西斯顿 他们的状况 恐怕会跟俄罗斯一样 一切都被掌控 而一切掌控之后 没有活力 最后就是 你永远虽然看起来是个强国 但是科技上的弱国 请千万不要来 刺激科系上的强国 台湾如此 美国如此 其实我们在科技上 千万不要妄置菲薄 我们绝对不输于中国 更不输于俄罗斯 谢谢大家